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他回来到现在 我就没见过他穿裙 挂了 喂 穿成这样要干吗 问我 这衣服不是你准备的吗 说 这衣服谁的 完了 哨子 怎么 两年没来 认不出来了 那倒不至于 至少我还知道 卫生间怎么走 对了 卫总 如果你方便的话 能不能借我一套衣服呀 已经让人准备好了 哦 等等 你专程来我家 不会就只是为了换衣服吧 那当然 不然还能怎么样呀 从他回来到现在 我就没见过他穿裙 挂了 喂 穿成这样要干吗 问我 这衣服不是你准备的吗 说 这衣服谁的 完了 上次觉得适合他买下的裙子 我平时都放在柜子里呀 他怎么把这个翻出来了 这不是我 不是你的 难道是阿宁的东西 话说这裙子也太贴身了 简直就是照我的尺寸做的 说 你还有别的女装吗 开玩笑 怎么可能会咬 怎么可能会咬啊 这谁挑的衣服呀 这么爆 评论也太差了 外面天气这么冷 你等衣服烘干了再走吧 算了吧 反正烘干也没多久 要不然我就 你就坐在按摩椅上按摩一会儿 我去给你泡杯茶 我不喜欢按摩 按 不按 按 不按 按 就不按 我 你放开 我怎么动不了了 已经开始了 这缘按多久啊 也没多久吧 大概半个小时 我去给你泡杯茶 不按 喂 董事长 你老婆在吗 我有事找她 恐怕不太行 她今天突然请假了 而且她不接我电话 吵架了 没有 董事长请你善良 算了 你老婆不在 找你眼一样 我问你啊 你老婆最近怀孕了吗 没有啊 干嘛突然问这个 那 每个月她生理期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照顾她的 就 哄她开心啊 还有别的吗 陪她去看各种标本 从天体陨石到自然地表 就没有正常一点的吗 大前提是 必须把它给喂饱 随时备好临时 那对了 她公海 要煮那个红糖姜茶 就是这个 我发视频给你 所以就是把这个红糖 红茶和姜 放在锅里煮就可以了是吧 当然 不是东西长 那你按照我说的 一步一步来 现在先把火给关了 然后呢 把炖钟淋到一边放凉 好的 真的 真的 如果你不想实施猝死的话 我就拜托你不要再往里边加 奇怪的东西了 我跟你说 你要给我保证好吃 要是不好吃的话 我每天做一大堆带到办公室 我 哇 楚歌甜品花了一个小时 就您这天赋 还是别当暖男了吧 我这儿睡了多久啊 我这儿睡了多久啊 原来搞这么大动静 就是为了做这个呀 是原来喝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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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我 阿宁古人来过 喂 喂 菲菲 小飞有找过你吗 没有啊 她不在我这儿 这样啊 她如果联系你 你一定要帮我留住她 周氏 你又去哪里啊 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 你听错了 什么男人啊 挂了啊 我 周氏给我打过电话了 你放心 我没跟她告状 你在外面晃荡也够久的 该回去了 真的不让人省心 省心 你们谁对我用过心啊 一口一个回家 到底哪儿才是属于我的家 你们只认识过去那小子 谁真正承认过现在的我 你们不过是怕我闯祸 找个借口监视我罢了 什么担心啊 全是假的 有什么不对嘛 有什么不对嘛 什么情况啊 你这个酒啊 你这个 怎么没那眼熟啊 就是没酒啊 大哥 这是碧秋军做实验提纯的高浓度酒 你也敢拿来喝啊 反正我没喝 你这事啊 你这事啊 有甚麼东西 我吃好了 你kre管 你厕所 我乱说 但你这个 你这事啊 你以为了 你这么早就 你都不离 好 你就是这么撇情关系的 我先声明啊 是你先主动的 不可能 谁知道呢 好歹我以前也做过以前男友 你就这么确定自己能把持得住啊 别这么看着我 都是同一张脸 我真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面对现实吧 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罢 毫无瓜葛这个词 你对我是用不上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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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保住